美国宾州32岁的男子贾斯汀莫恩在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后 禁手持父亲的头颅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反对拜登政府的视频 目前他已经因涉嫌一计谋杀 虐待尸体和持有犯罪工具而被拘留 1月30日晚上7点 警方接到贾斯汀母亲的报案后 在其家中的浴室里找到了已经被斩首的父亲 然后在浴室旁边的卧室里发现了他的头颅 警方随后还了解到YouTube上有一个可能与该事件有关的视频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贾斯汀用塑料袋装着他父亲的头 然后放在一个烹饪锅里 贾斯汀称他父亲为叛徒 并呼吁杀死所有联邦官员 他还攻击拜登政府 BLM运动 LGBTQ社区和安提法运动人士 这段视频目前已经被删除 贾斯汀在案发当晚11点半左右被捕 写着